《青铜器》 《青铜器》 是研究商代文化的一个重要依据 富豪鸟足鼎 商代晚期青铜锂器 通高13.5厘米 足高7.6厘米 口径11.9厘米 1976年 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 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顶身为圆形 浅腹 环底 长口 平岩外折 岩上有一对外撇的利儿 口岩下 装饰寿面文 文件以六条树向 飞棱隔开 顶下有三个立体鸟形族 鸟族承战力壮 勾嘴长尾 以羽观 承托弃身 形象别致 既抽象又几副立体动感 气内底中部 主富豪二字名文 富豪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上 有着丰富的鸟形文装饰 形象正处于初创至逐渐成熟的阶段 有着城上旗下的重要历史地位 虽与一同出土的 玉器上的鸟文相比不尽相同 但高超而成熟的青铜器铸造技术 使得在青铜器的装饰手法上 展示出了超凡的艺术价值 可谓是商周时期的经典之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